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那眼 欢迎来到科技本学 从当年三星华为首批带来了折叠屏手机 到如今已经过去三四年的时间了 那折叠屏这个品类已经逐渐退去了神秘的标签 走进了更多用户的生活 如今我们偶尔也能看到身边有人开始用起了折叠屏手机 同时各大巨头都已经推出了折叠屏的品类 那折叠屏的外观和形态以及定价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简单的说除了苹果几乎所有家都推出了折叠屏 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与当年首批发布的动辄一万多元的价格相比 如今上市的折叠屏机型大都已经来到了万元以下 这样的产品定价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用户在考虑下一台机器 是不是要换折叠屏的产品了 盘点目前各大电商主推销售的折叠屏 一共是9个型号覆盖了6大主流的品牌 它们分别是华为的三台 三星的两台 小米OPPO Vivo和荣耀各一台 如果你近期打算购买折叠屏手机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详细分析一下 它们各自的优劣事 首先这9台折叠屏手机当中有两台比较特殊 它们是纵向折叠屏的小手机 也就是三星的Galaxy Z Flip3和华为的P50 Pocket 这是两台主打女性用户体验的手机 有趣的是其真实的销量已经远远高于同期发布的大折叠屏手机 谁的购买力更强 这不用多说了 感觉各大厂商的未来应该会加大对于这种小折叠屏的投入 毕竟这大折叠屏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买的人还不多 具体到这两台小手机 其中三星的Galaxy Z Flip3因为发布较早 目前已经降价到比较合理的区间 5000多元的价格甚至和很多直屏旗舰手机相当 但是想要购买的同学要注意 因为下一代的Galaxy Z Flip4已经曝光 等待下个季度 四代上市三代的价格将会更加亲民 另外如果是男生打算购买送给女朋友的话 也要重点考虑小号折叠屏 而不是这些大的折叠屏 当然了这两款产品 性能电池续航等方面表现的都很一般 毕竟这不是他们的主打方向 接下来的荣耀OPPO Vivo小米三星 这五款都是横向大折叠屏手机 采用的是内折方案 在配备内部大屏的同时 还有一个和普通手机相当的外部的副屏 这样的方案既可以保证两种形态下都直接操作 又可以保护内部的屏幕不被刮花 缺点就是这两块屏幕造成了机身普遍是偏重的 华为这边目前在售两款大折叠屏手机 其中早前的Mate X2和上面机型相同都是内折屏 而新发布的Mate X2采用的是相当具有辨识度的外折叠方案 它不需要再另外配备一块屏幕 展开就可以获得一块大屏了 合上的时候也能够通过一半屏幕进行操作 这个设计带来了更轻更薄的机身 但是外折屏也不都是优点 由于柔软的折叠屏暴露在外面 这样的折叠方案令人担心 日常使用当中屏幕被划伤 目前是套上保护壳可以缓解 但是每次打开的时候 要多出一个开启保护壳的步骤 这就减少了我平时展开手机的频率 另外内折屏打开手机的时候 手是放在转轴上没问题 而外折屏打开手机的时候 总会不自觉的用手指按压屏幕中间的转轴部分 每一次都要小心翼翼的 重量手感方面大屏手机当中 华为的Mate XS2表现是最突出的 整机重量只有259克 而且因为没有外部的复屏组件 整机的厚度也很薄 还有OPPO FAND N机身重量280克 这也不错 小巧的机身尺寸也很容易握持 有iPhone 13 mini那味了 至于其他的直对屏手机 大都在290克以上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表 像是小米MIX4的 更是到了317克 这真和平板差不多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 平时手机是放在裤兜里了 就要计划一下重量分配了 而另外两台纵向折叠屏小手机 它的重量甚至比很多直屏手机还轻 就别说女生了 像我这种老大也都很喜欢 屏幕部分咱们先看形态 不管是两块屏幕还是一块屏幕 各家产品都离不开挖孔 我自己肯定是不喜欢 你可以想象一下 平板电脑挖孔是个什么感觉 唯一用屏下摄像头的三星折叠屏 它的实际显示效果只能说是很一般 我只能说想要一块完美的大屏幕 我们还需要等待很久 再来看一下平占比测试 华为MIT XS2展开后是最大的达到90% 荣耀和Vivo都是83% OPPO略低81% 这里还有一个触感的问题 多数的内折屏边框都是突出的 高于屏幕 手指滑过的感觉明显不如直屏手机 当然这是为了保护屏幕 而外折屏的华为MIT XS2 屏幕边框不凸起 摸起来手感很好 但是相应的我们又担心它划伤屏幕 真是无法两全其美 看完形态来看看亮度 三星和荣耀在激发亮度方面表现出色 而手动亮度方面则是华为的P50 Pocket 和荣耀表现更好 荣耀Magic V的亮度 在这两个测试里面都表现不错 而其他机型的屏幕亮度 则是中规中矩 更早一年发布的小米MIX Fold 以及华为MIT X2 则表现一般了 看起来折叠屏的屏幕 每一年的提升都是很明显的 到了2022年 刷新率已经成为屏幕 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特别是当你看过了那些高刷屏幕 再回去看60赫兹 总会觉得卡卡的 而更令人不习惯的是 你手持的内外两块屏幕刷新率不同的时候 这9台机器的参数差异巨大 具体的可以看这张表格 这里显然 vivo和三星的屏幕堆料更值得肯定 内外屏幕都是120赫兹 体验更加统一 而华为这边因为是一块屏幕 也可以算是实现了同时120赫兹 其实当我真正日常使用折叠屏的时候 就不怎么在意折痕了 因为折叠屏手机的折痕在正面观看的时候不太明显 但其实在我买折叠屏手机之前 我和大家一样是非常在意折痕的 先说结论 目前折叠屏的折痕是没法完全消除的 只能减淡 而折痕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只能是越来越深 目前看来有两个办法来减轻 一个是使用水滴型胶链 让转轴中间空间加大 第二个就是使用低反射贴膜 这样折痕在光线下就不那么明显了 当然还有华为的外折叠方案 折痕天然就非常小 代价就是屏幕在外面可能被划伤 那你会怎么选择呢 折叠屏的内屏是如何折叠起来的 除了脚链设计之外 最重要的当然是折叠屏的材质了 屏幕材质关乎于折痕的问题 以及屏幕的使用寿命 目前主流的折叠屏材质 分为超薄柔性玻璃和传统的透明 巨线压鞍薄膜材质 UTG超薄柔性玻璃 是目前业界认可的重要的发展方向 相比较于传统的CPI透明 巨线压鞍薄膜 UTG具备挺度更好 折痕更小 透光性也更好 更耐磨的这些优点 目前像三星的Galaxy Z Flip Galaxy Z Fold3 Oppo FanDen 还有Vivo的X Fold 都是采用了UTG的屏幕材质方案 而UTG的超薄柔性玻璃材料 主要的生产商是来自于德国的肖特公司 肖特是市面上第一家为手机厂商提供 可量产超薄玻璃的公司 也是目前世界领先的特种玻璃制造企业 在折叠屏屏幕材质领域 肖特拥有非常深厚的积累和领先的市场地位 坦白讲 玻璃能弯折确实颠覆我的认知 具体到产品上 在肖特UTG技术的加持下 Oppo FanDen成为了首款通过 折叠无忧 来因认证的折叠屏屏手机 并且即使是在零下20度的极限环境当中 仍然可以通过20万次的折叠测试 Vivo X Fold更是将三款肖特拳头产品 整合到了一部手机当中 其中外屏和摄像模组保护盖 采用了肖特赛选系列高强度的盖板玻璃 内屏采用的是肖特UTG超薄柔性玻璃 弯折次数可以达到至少30万次 弯曲半径可以低于2毫米 这些都是来自于肖特 这位来自德国的隐形供应链大佬 有兴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如何利用好大屏幕 这是一个难题 目前跟他厂商都在不断的去探索 谁做的更好 还很难有定论 我们呈现出不同厂商的样子 大家可以参考 荣耀这边需要分屏操作的时候 应用会在上方显示操作横条 点击横条可以选择分屏 或者从屏幕向内滑动 呼出侧边应用栏 长按并拖拽应用图标来进行分屏操作 此外需要小窗操作的时候和分屏操作是类似的 点击应用上方的横条来选择小窗 或者呼出侧边栏之后点击图标 荣耀的小窗和分屏操作是相似的 比较容易记忆 但是并不能忙操作 vivo手机想要分屏的时候可以在使用应用的时候三指从下向上滑动 或者在全屏使用的时候调出控制中心 在控制中心点击分屏就可以了 还可以在后台界面点击应用旁边的三角形按钮点击分屏 想要小窗操作也有多种选择 比如手机收到悬浮通知下拉可以展开小窗 或者侧滑停顿换出侧边栏应用按钮 点击图标来开启小窗 还可以在全屏的状态下 从屏幕左下角向内滑动来开启小窗 还可以在后台界面点击小窗按钮 如果手机选择抽屉风格的桌面 上滑呼出应用库长按拖动也可以开启小窗 你可以看到vivo给出的方案是非常的多 不过我自己还是习惯从左下角向内滑动 虽然vivoxfold的小窗分屏操作选择很多 但是很多地方系统并没有文字的标识 按键也不太好找 小窗和分屏的操作相似的地方也比较少 不太方便记忆 我个人还是习惯用vivo的手势操作 这样可以实现一个盲操作的效果 OPPO手机想要分屏的时候 可以在全屏应用当中 双指从中间向下滑动即可 还可以在后台点击支持分屏的应用 右上角的分屏按钮可以实现 另外在侧边找到智能侧边栏卡片 滑动将它拖出长按 并拖动到屏幕一侧也可以实现分屏 小窗操作和分屏操作类似 OPPO的双指切屏 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很深刻的 用户能更快的适应 也可以忙操作 华为想要分屏 在全屏状态下 从屏幕底部向上滑动 到左上方形成分屏 或者从屏幕边缘向内滑动 调出应用栏 长按拖拽 其他的应用图标到屏幕内就可以了 想使用小窗和分屏操作是类似的 从底部滑动到右上角形成小窗 还可以在侧向的应用栏内点击图标 华为的小窗和分屏操作是相似的 用户可以比较快的适应 整体显示的设计也比较合理 小米除了分屏之外 最大的亮点是加入PC模式 三指横滑就可以打开 操作习惯的和电脑上是类似的 但是近期MIUI开发版好像要去掉这个功能 而是改成和手机相似的统一的小窗模式 微软知乎内行 个人感觉增加小窗模式当然挺好的 但是之前已经有一定好评的PC模式 也没必要删掉吧 全都保留不是很好吗 那你觉得呢 总结几款机器当中 最直观的当然是华为底部滑动 它可以快速的完成操作 简单好学 用户适应也比较快 而OPPO这边的双指下滑分屏 我自己也很喜欢 很有仪式感 也很便捷 几乎没有什么学习成本和过度 用过一次就很难忘记 这里还有个场外因素要考虑 如今各家都已经推出了平板电脑 显然自家品牌的折叠屏和平板电脑之间 是共用一套操作系统逻辑 而平板电脑的用户量 显然是远远大于折叠屏用户的 自家平板系统是否好用 也会影响到折叠屏的未来系统价值 万元的折叠屏生态 还是要靠2000元的平板电脑来拯救 如果你想知道 谁家的平板电脑更值得购买 别忘了我们已经上线了一期 科技美学平板电脑横向对比测评 就在这里 别忘了观看 购买动辄七八千元甚至过万的产品 当然希望性能是足够的强 而且应该还会有一部分用户 是打算把折叠屏当作游戏机来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推荐最新一代处理器的产品了 而一年多之前的折叠屏还有纵向小折叠屏就先排除 那在这九台折叠屏手机当中 最近半年发布的四台机型是需要重点测试一下的 首先是游戏的画面显示 折叠屏手机在玩吃鸡类的射击游戏的时候 画面视野相比较我们常见的直屏手机 上下视野会多出40%的画面 优势非常明显 堪称物理外挂 但是 在玩王者荣耀这类游戏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上下视野是略有增加的 但是同时左右画面是有所裁切的 而当你合上外屏的时候 这就和正常普通的手机显示是相差不大了 就折叠屏用户可以用外屏来玩游戏 再来看一下这几款折叠屏手机的性能表现 测试环境是室内温度25-27度 屏幕亮度调到300尼特 开启设备的性能模式 首先看一下宝分 这个Bench Vivo单核核最高1240 随后是荣耀华为OPPO 多核测试同样是Vivo领先 达到3626 其次是华为OPPO和荣耀 下面开启游戏 首先和民精英HDR高清极限帧率 开启抗拒齿阴影 这其中OPPO 5.0N开启极限帧率的情况下 目前只能选择流畅 所以这部分只能做一个简单参考 试完30分钟之后 华为和Vivo的帧率一致 都是59.7 那极管手机的平均帧率表现也比较接近 温度控制方面 荣耀和Vivo正面温度稍低 都是39.1 Vivo背面温度稍低 37.3 其次是荣耀 OPPO这台由于只开启了流畅画质 整体的表现是比较好的 30分钟平均帧率59.8 结束之后正面34.6背面35.3 再看看考验性能的原神 我们选择高画质60帧 试玩30分钟 平均帧率呢 Vivo最高55.7帧 华为第二也达到50帧 再次是OPPO和荣耀 游戏结束后啊 Vivo的温度控制较好 正面42.5 背面40.7 荣耀第二 正面背面都是44.2 OPPO的正面温度最高啊 达到46.7 与传统的智能手机相比呢 折叠屏设备是拥有更大的显示屏幕 但是使用体验续航方面也要影响很多 而且受限于机身的体积啊 它电池也不能像平板那么大 简单的说就是手机的电池去承担平板的屏幕大小 几台机器的电池容量都不算大 都不到5000mAh 而充电方面呢 华为荣耀Vivo都是支持66W有线充电 而OPPO这边呢是33W 我们还是直接看测试数据 在室温条件下 屏幕亮度调到300尼特 进行网页浏览 视频录像 游戏等5项测试各半小时 最终呢得出数据如下 OPPO表现最好 剩余电量49% Vivo次之剩余46% 荣耀第三剩余36% 果然啊 屏幕小 它就是耗电小 OPPO的耗电和一台直屏手机差不多了 而在充电方面呢 Vivo最快40分钟冲到100% 实测功率达到59.66瓦 荣耀第二 43分钟冲到100% 实测最高功率呢是53.38瓦 华为是45分钟100% 实测最高功率是52.15瓦 OPPO用时最长了 61分钟100% 最大功率是28瓦 那最后总结 目前这几款折叠屏呢 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 首先呢就是三星和华为的这两台 纵向折叠的小手机 推荐给姐妹们使用 那机器的质感很出色 拿出手机回头率很高 其中呢三星是5000多元的价位 已经非常亲民了 假如你担心性能呢 也可以等大概一个季度左右 那马上就要发布Galaxy Z Flip 4代 如果预算充足 当然也可以考虑华为的P50 Pocket 那机器很轻很漂亮很有辨识度 除了4G之外啊 基本没有什么遗憾了 第二类呢就是主流的内外双屏的折叠手机 那这也是目前大家卷的最厉害的赛道啊 便宜的呢有小米的5000多啊 当然也有三星华为这样1万多 他们的差价是巨大的 由于呢内部都是方形的屏幕比例 而且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继承自家平板的大屏生态 所以呢在系统层面上说 各家的体验其实很难拉开差距 那幸运的是啊 目前各家的大屏设备是越来越多 相应的生态呢也在快速完善 那这几台手机啊对于大屏生态的普及都是有功劳的 只是呢他们也许只能到生涯的后半段才能够享受到 如果你的预算实在有限啊 可以考虑一下小米 只是呢它并非最新一代处理器 如果你的预算还行 那Vivo这一台啊堆料还是比较足的啊 价格呢也在万元左右 Vivo X Fold呢除了有点重啊 它真的很难挑出什么缺点 你想要的都给足了啊 特别是拍照方面呢还有亮点 第三类呢就是特殊的直对屏啊 比如说像华为Mate XS2啊 以及OPPO FUND N这种比较小的 华为呢主打的是轻薄 而且呢没什么折痕 机器确实很惊艳 只是呢它的屏幕部分需要你额外的保护啊 每次使用都要小心翼翼的感觉 当然原价买不到现货也确实让人很纠结 不过有时候确实就很喜欢那种去抢购的感觉 而这台OPPO FUND N啊 其实它和其他的机型并不是竞争的关系 超小的机身呢确实有点iPhone 13 mini的意思 喜欢小尺寸的玩家那这是你唯一的选择了 以上这一二三类不知道你会怎么选择呢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 好了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是拿言 你还希望看到哪些产品的横向对比呢 我们下期节目为你带来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选购折叠屏有用的话 请把实用打在公屏上 冬天的时候还要考虑折叠屏这个品类它们在冬天的低温的条件下 是不是能够显示正常了 毕竟和咱们直屏手机是不太一样 我们是贴了一张贴膜 然后它这个冬天的时候这膜会缩 就是你折叠之后它就感觉好像这个屏幕都崩开了的感觉 就是不建议大家冬天贴膜了 这内屏贴膜很奇怪 感觉屏幕都翘下来了 其实是问题不大 好我们的折叠屏 华为的P50宝盒 小巧可爱的OPPO 这是我们第一个拿出来的 它冻的时间是最长的 应该说在抗低温的情况下面 折叠屏的品类目前的表现还不错 有点超过我们的预期 它的成熟速度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慢 看起来还不错 感谢观看